2019年4月8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让你掌握新闻时事1.9通 一名已婚大马拿都籍男子 瞒着原配妻子在中国金屋藏娇 还育有一名七岁大的儿子 这些年每个月都会定时汇款2万令吉 家用到中国 并在2014年一口气汇了约122万令吉 让情妇购买公寓单位及创业 但这名拿都近期就怀疑情妇有了新欢 搭上了另一名本地男子 更受到该名男子的教唆 向他狮子开大口 要求约183万令吉 但由于这名拿都不肯就范 拒绝付款 情妇便在脸书爆料 将两人的关系公诸于世 搞到这名拿都无可奈何之下 需要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拿都司理张天赐求助 除了向警方投报遭勒索和污蔑 这名拿都也向妻子坦诚过错 而妻子也大方地表示 愿意原谅丈夫的一时糊涂 愿意携手解决问题 换个焦点 首相敦马哈迪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若自己担任教育部长 他最想对我国教育制度做的其中一项改革 就是要重新推动他在首次任项期间一手推动的英语教授数理政策 除了英寿数理政策 马哈迪希望对我国教育体系做的其他改革 就包括从幼儿园就要开始引入道德教育 并要加强电脑教学 另外他也认为学校不能为了宗教教育 花费太多的时间而牺牲了科学及数学等科目的时间 马哈迪去年在拟定内阁成员名单时 就曾委任自己兼任教育部长 但最终在反对声让中遵守西蒙竞选宣言 而放弃兼任教育部长 另一方面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说 考试局允许报考SBM的考生 包括同考生 无论是首次报考或是重考时 都可以向考试局总监申请只报考一个科目 比如说只报考国文一科 张念群是于今早在国会下议院口头询问环节 针对马华亚裔弹区国会议员为加强的提问 也就是首次报考SBM的考生 必须报考至少六科 是否意味西蒙竞选宣言的第五十项 也就是同考生 考或SBM国文优等 就能以同考文凭 报读公立大学或申请成为公务员 是没用的竞选承诺 做出上述的回应 张念群也调侃为加强 社会前部长竟然不知道这一点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引用Oakkin Sport让您找回健康 好处是 舒缓便秘 减重 帮助提升运动表现 控制和降低血糖 助于肌肉发展 降低胆固醇 增强免疫系统 加速新陈代谢 助于提升身体续航能力 延缓骨质流失和关节疼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